不好意思 你說校正0點就對了 對對對 我們就按 Enter 現在目前來講 它顯示是目前最低值 我們把它調下來 它會有負數嗎?不會吧 我們把它調成0就好 好調成0 這樣子 OK的話 Enter 再來一個Supple 我們把電子放進到流動場 讓它去跑 所以你剛才說那個 風水翼就是半年更換一次用的 對 我要建議 如果都沒有在倒的話 就是半年 我至少要看你 更換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沒有 就把它打開倒掉 然後新的倒進去 把它打開當然你用純水它會洗一下 看到新的這樣 OK 好 要薄膜沒有壞的話 薄膜沒有壞的話 薄膜可以用多久? 兩三年都有啊 但是有的有意念就好 好 放進來之後 哪裡再看它跑 讓它跑的時候 要按的時候 要按東西嗎? 不用嗎? 其實我是想讓它 看能不能自己跑上來 等我一下 我這個上來很快 沒關係 讓它跑一下看看 它有沒有辦法 因為它那種 比對方式的話 選擇它的不爬就真的很難 我想跟你講 真的會有差別 會有差是可接受啦 但是就是說 要在那個範圍內 先把你跳出來 先讓它跑一下 如果不行 生死換一次新的 那它這裡再調上來 看能不能看得到 Sensor也會壞吧 蛤? Sensor 真的會壞 當然會壞啊 但是 沒那麼壞 先不用問沒關係 然後再玩 所謂的保存液 在那個 原廠來的盒子裡面有嗎? 它有一個小斑那個 對 不是啊 好 現在做更換保存液 保存液的部分 嗯 那等一下 換了算 你可以順便注意一下 這邊 它本身是咖啡色的 對 如果要反白的話 表示它已經有 一些抽咬侵蝕的問題 OK 所以現在的狀態是正常OK的 然後這個 經濟的部分 是要比較亮的部分 所以 比較亮是不是 對 要亮亮的 不然它的感應度會比較不好 OK 所以現在這樣子的話也是OK的 對 OK 因為它這個部分的話 我會建議你拿 就是 如果你有存水 像我剛才 存水的話 你可以那邊水可以沖 喔 這個也可以沖 好 就是你用的大概稍微清洗一下 齁 它有大概在8分 齁 齁 齁 遇到兩個小時 呵呵 你們的經驗呢 半小時 半小時 現在這樣子就偵測到了 一點多 沒有現在在空氣中 所以空氣中來講的話 要歸零 對 要近距離 它不是剛剛的反應時間 它大概剛放完 它會反應比較準 對 先泡在 凹水或純水裡面 然後 運轉 正常 再運轉 知道錯誤 暗燈 持續力亮 將 進水流量 將進水流量 將進水流量 關閉 剛剛的 暗燈 持續量 會變成閃爍待機 然後 再回 一點點 好 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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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